韩江雪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似是又想到什么 转而再问 那落甲之事是不是得提醒一下蒙甲 不必 莫黎牵住韩江雪的手握了我 说道 蒙甲对任何一甲都不曾绝对信任 落甲自然也是如此 如今正是关键时期 咱们还是抓紧时间 做好咱们自己的事吧 莫黎的意思 韩江雪自然明白 微微思索片刻 也没有再说什么 心中不由地想起 太上皇当年所顾忌的 那个所谓的亡国预言 三亡四家 在亡国预言里头 可都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 而如今看来 实在是有些像笑话 也不止是因为 他的重生 改变这一世太多的事情 让很多东西都骗你原来的轨道 还是说 原本那个预言 就根本不靠谱 郑王两家 如今简直就是皇室的奴才 张家也趋于平顺 陆尔家直接在被灭族之后 被李清给拉拢了 蒙家反了 却没有与别的几家 有任何关联 关于太远的未来 韩江雪根本 没有半点可预知能力 但他知道 无论遇到什么 无论何事何地 莫黎都会与他在一起 就在韩江雪和莫黎 回到韩家半个时辰之后 原先的亲王府内 却是再次迎来了 曾经的主子 李清便装出行 回到自己 还是皇子时候 所住的府邸 一切都和以前 并无二样 虽说如今 已经居于皇宫 昔日亲王府 还是一例保留下来 每天照样有人打理 根本不曾有过 半思怠慢 李清忽然回到亲王府 当然不是 来做什么故地重游的 这会儿战火四起 都快烧眉毛了 哪里会有这样的闲情 立刻把他给朕 叫到书房来 大门一关 李清即刻便朝身边之人 吼道 此时此刻 早已不复存在 当日的从容和平静 言罢便禁止甩袖 往书房方向去了 背后之人 当然不知发生什么事情 但看主子这会儿神情 便知道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主子嘴中的他 指的是谁 府中的人 自然是清楚的 事已根本不敢耽误半分 连忙把脚 往另外一个 完全不同的方向 跑了去 没过多久 一名女子 出现在书房门口 不是旁人 正是在外人眼中 已经莫名消失了 很久的洛奇尔 比起从前 此时洛奇尔明显成熟了很多 曾经的单纯和志气都彻底扔掉了 转而换上的 是一种输不出来的复杂和沉重 在书房门口 洛奇尔略显愁疚 不过 也仅仅只是片刻功夫 很快 他呼了口气 似乎做好一切准备 抬手敲了敲门 而后 直接推门进去了 门 没有锁 书房内 早就清了场 只剩下 李清一个人 哪怕是这样的时候 当洛奇尔再一次 看到李清时 心中都不由得涌出一种 说不出的激动 那种 看见心爱之人之后 最为本能的激动 李清 面无表情地 在书桌前坐着 此时的她 早已圣怒地无法形容 若不是暂时这个女子 还有些利用价值的话 当真恨不得 把洛奇尔直接给拍死 皇上 您今日怎么有空回这儿 洛奇尔虽已经猜到 李清为何事而来 但这会儿 自然是装作 什么都不知道 行过礼后 满是笑容地问道 那种轻力和期盼 倒是丝毫没有做作 行了 洛奇尔 不要在阵面前演戏 李清一巴掌 拍到桌上 静止冲洛奇尔吼道 是谁给你这么大胆子 竟敢擅作主张 给西公主下毒 还企图栽赃 寒浆雪的事 亏阵当初 还真相信你的话 没想到 你竟是如此歹毒心思 又如此阴谋 直接把阵往火坑里推 好你个洛奇尔 好你个洛家女儿 这一招报复 当真是厉害 当真是一针见血呀 若不是人算不如天算 西公主命不该绝的话 这会儿阵都要被你 给活活害死了 被李清这般披头盖脸的 一顿训斥之后 洛奇尔顿时有些呆了 他还是头一回见到李清 如此失态 如此生气的模样 一时间 他心中最大的感想 竟不是别的 而是心疼 替那个如此恼火 生气的男人 感到心疼 洛奇尔觉得自己 真的已经无可救药了 可那又如何呢 有些东西 本来就不是他 所能够控制的 谁都不知道 他在十三岁那年宫宴上 便已经对李清一见钟情 谁都不知道 他曾经最大的心愿 便是嫁给李清 那个时候的李清 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子 他甚至觉得 以自己身份 完全有机会 顺利嫁给他 光明正大的站在他旁边 成为他的女人 可是 他还是太过单纯了一些 他的婚事 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他的家人都疼爱他 可以满足他任何要求 却独独在这一点上 无法帮到他 并非是家人不愿意 让他称心如意 只不过 后来洛家 特意转着弯打听过 却发现 那个时候的李清 虽还没有黄子飞 但人家根本就没有半点 急着娶亲的意思 更是一早 就明时暗示过外人 不会这么早地 考虑这些 双方身份 都比较特殊 是以洛家当时 也不会厚着脸 太过主动 再加上 洛妻儿年纪 那个时候 还不算太大 是以事情 就这一般地 先搁浅下来 后来怎么也没想到 造化弄人 断了好几届的宫选 却是重新启动 他不可避免地 被选入宫中 再后来 兜兜转转 他们之间 变成了现在 这般模样 可无论经过多久 无论经历什么 藏在心中那份爱 却是无法磨灭 更加无法代替 那一回被李清 从公众救下之后 对洛妻儿来说 当真就是 他的一场新生 而且 是在心爱之人 身边的新生 他知道 自己如今 已经不再是当年 那一个干净的少女 知道自己 早就配不上他了 如今李清 贵为一国天子 可是 他从来都不求 任何的名分 只希望他心中 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属于他的位置 哪怕是让他一辈子 都只能做他暗中的女人 他也心甘情愿 可是 李清的心 却一点地方 都不愿意留给他 哪怕他做再大的牺牲 可以从他这里 换回任何奖赏 却唯独不能够 换到他一丁点的爱 你生气了吗 洛琪儿好半天 才回过神来 一脸委屈地说道 我的心里 全都是你 又怎么可能将你 往火坑里推呢 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 可以为你生 为你死 可以为你付出一切 哪怕你现在让我 把心挖出来 给你看都行 却唯独不会做出那种 害你之事来的 避开下毒之时 洛琪儿下意识地 将李清的话 放到最后那一句上 他怎么会害他呢 他只是想帮他呀 想帮他解决的那两个 讨厌的 一定会妨碍到他 大业的臭女人罢了 哪儿来得错呢 没有害真 你脑子当真是进水了吗 南梁公主若是 死在我东明 管她到底是谁下的手 有什么区别 你觉得 南梁那边 仅仅只是惩处 一个所谓的凶手 就能够了事的吗 倒是南梁不但不会 再对东明进行任何援助 更加会反过来 到达东明 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 内忧外患 你这分明就是怕朕 活太久了 想让我东明 早日灭亡 好听你父王母妃报仇 对不对 李清的话 尖锐到极点 但即使是如此 还无法足够表达 他此时心情 眼前这个女人 不但显现了她 掉进更大的陷阱 更大的麻烦和危机之中 而且还敢背着她 算计寒江雪 想同时将寒江雪 也一并除去 这样的洛奇尔 当真是犯了李清 最大的忌讳 不 不不 不是这样的 被李清这么一质问 洛奇尔一颗心 顿时就乱了 他脱口而出 想解释 安抚李清暴怒的心情 皇上 我真的没有想过 要害你呀 我怎么可能会有 那样害您的心呢 怎么可能呢 这世上所有人 都有可能害您 却唯独我不会呀 就算是 到了这样的时候 洛奇尔还是没有承认 这事是他做的 其实这一会儿 他心中也知道 自己所做之事 是有些考虑欠当 当初一心只想着 除去那两个贱人 却被恨意冲昏头脑 根本没考虑过别的 没想到 会对李清 产生这么不好的影响 他知道自己错了 不该那么冲动地 去想那两个贱人死 就算再怎么想 也得考虑周详 却不能连累到李清才行啊 但这一会儿 他更加清楚 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认 否则的话 只怕那样的后果 将不是他所能够承担的 听到洛奇尔的话 李清脸色更加难堪 也懒得跟他再多费口舌 控制好情绪之后 冷声说道 行了 不必再说这些没用的话 朕早就说过 我们之间 公私分明 只有合作 绝不可能设计任何私事 你莫子动不动的 就是那些无用的话 绝情和厌恶 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 李清这会儿 似乎没有意识到 自己洛奇尔 有的时候 其实真的很像 今日之事 你承不承认 早就已经没分别了 朕根本就不需要你亲口承认什么 你的婢女已经被抓 供认不会 她是为了护你 才一头撞死的 朕看在 洛家人 就剩下为数不多的份上 这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饶你一命 西公主 也不会把你交个南梁法办的 就让那个死掉的婢女 为你顶罪吧 你应该庆幸 西公主没有死 不然 你就是死上一百回 也抵消不了罪过 李清的声音 越来越冷 朕这么做 已经仁至义尽 已经够对得住你们洛家了 往后 你若再做这样的蠢事 别说是朕 就算是神仙 也保不住你 打现在起 你不可以再留在这儿 真会让人 将你送去你几名凶长那里 从 不 我不走 我就要留在这儿 洛家一听 李清竟然想把他送走 顿时就摇头 打断他的话 态度很是坚决 不走 是到如今 你还有脸继续留在这儿吗 难道 你还不死心 还想再来一次 李清目光 可以冻死人 西公主那边 朕可以替你摆平 但你偏偏还妄想 去害曾经 对你最好的朋友 如你这般阴险恶毒的人 朕怎么还敢将你留在这儿 不 不是这样的 我不走 我不走 洛家一只觉得 自己的心 都要碎了 李清为了含江雪 而怪他 骂他 闹他 也就算了 可现在竟然 还要赶他走 这让他如何能够接受呢 不走也得走 莫莉已经猜到是你 你就在这儿 以他的性子 绝不会放过你的 难道 你还想让他在这边 把你给揪出来吗 让世人都知道朕 将太上皇 原本准备处死的妃子 给私自救出来 一直藏在亲王府 对于洛奇儿 李清当真是 无法形容的厌恶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 那一次 他绝对不会因为 一丁点的好 而多那个手 将洛奇儿这样的麻烦 给捞出来 讲完这最后一句 李清的眼前这个女人 再没半点耐心 当即便大唤一声 叫来人直接把他给送走了 洛奇儿神情呆然 心底却是分外清醒 没错 以着莫莉性子 他害寒江雪 莫莉自然不会放过他 而莫莉 已经知道他在这儿的话 那他当然不能再继续待下去了 不然的话 只会连累到李清 可就算这样 他还是不想离开这儿 因为他知道 一旦离开 这一辈子 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 见到李清了 不 不 求求你 别赶我走 我会赶 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再也不会自作主张的 做这些措施 只要你让我留下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做什么都行啊 一生生绝望的哀求 却根本没有办法 打动一颗 对他如冰霜一般冷漠的心 洛桥的声音 很快便消失了 便直接打晕了 给带走 没有任何 可以多祈求的机会 你亲自跑一趟 安排好一切 洛家人弱势 再有半点不轨不识之处 宁可斩草除根 阴冷的声音 吩咐着 李清在决断之上 从不曾有过半点 拖泥带水 三天之后 南梁公主身体 彻底恢复 没有留下一丁点 不利影响 再加上 李清这几日 不得不抽出空来 多陪了一下她 是以西公主心情 倒是比中毒之前 反倒更好了 除此之外 两国间的关系 也没有因为这次事件 而受到冲击 李清的危机处理 很到位 那名死去的宫女 另外又被命人 稍微做些文章 是以南梁人 都没有怀疑什么 甚至 对李清最后的处罚 还颇为称赞 表面上 此事暂时告一段落 但所有一切 却没有完全按照 李清的打算进行着 其中 一个最大的失算 还是在洛奇尔身上 那天洛奇尔被打晕 直接送走之后 李清的心腹 的的确确确将人 给送到洛家人那边 并且按照李清吩咐 警告了他们 但之后没过几天 暗中监视的密探 送来最新消息 洛奇尔不见了 这一回 洛奇尔可算是 真正失踪了 去了哪儿 没有半个人知道 洛家那些人急得不行 又不敢声张 更不敢将事实禀明 四下找半天 却仍旧毫无消息 为防洛奇尔跑出去 再做出出格的事 洛家人这才不得不将此事 暗中禀告 李清恼火的不行 当下便派人 一定搜寻洛奇尔下落 但几天过去 洛奇尔当真如同 石沉大海一般 再无任何消息 眼下战事四起 郑务忙得快喘不过气了 事已寻了几日之后 李清果断地 没有再去理会此事 只是再一次 恩威病师 拿捏住洛家人 不让先前做过那些事情 那些努力 都白白浪费掉 同时 李清还单独派人 多加注意寒江雪那边情况 他别的倒不怕 就怕洛奇尔 疯狗似的 突然跑去伤害寒江雪 虽说他心中清楚 莫里一直都有派人 在寒家附近保护着 但莫里是莫里 他是他 意义完全不同 对我送了吗 让我来说